东方药 不要再出隐刃和红叉了 我的天哪 听君一席话 犹如装周带进化 如果我说要这个英雄 既不需要复杂的操作 也不需要花哨的连招 你信还是不信 我不信 除非你吃屎 你们之所以玩不好药 就是因为大多数玩家 都把药的技能机智复杂化 把自己给束缚住了 以至于在对局中 花费大量时间在连招之上 从而容易忽略掉一些意识问题 导致最终输掉了游戏 其实这不怪你们 要怪就怪那的 玩药的混子主播吕某华 把大家带进了误区 吕德华先生你好 请问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所有问题 请大家彻底忘掉以往 对要这个英雄的全部认知 重新跟我学习要的正确打法 拔刀流 什么刀流 拔刀流 拔什么流 拔刀流 拔刀什么 拔刀流 流 先来看看你们大部分人 在用的出装 以及技能连招 一套技能花里胡哨 还打不掉亚瑟一个血 手动扣6 再看看我的拔刀流出装 一个一技能加平A 万血亚瑟直接满状态抬走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讶 手动扣6 其实只要出装明文用对了 你也可以做到 这套出装 也是我在巅峰2500分的排位赛中 无意发现的 所以到底是巅峰赛 还是排位赛呢 你有证言吗 后面也是得到了铁根和皮克桃 以及皮克桃和铁根 这四大技术主播的高度认可 南克桃 北铁根 峡谷巅峰 避雷针 可以可以 相信过不了几天 大家就可以在KPL全明星赛上 看到使用这套出装的他们 逍遥法外 好家伙 你说这层语用的不恰当吗 还有点恰当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出装 明文绿色石鹰眼 蓝色酒 隐匿一狩猎 红色酒 一变一红月 OK ready 装装由于小剑较多 我已经整理好 放下面了 OK ready 赶紧去试试吧 打不出六千暴击 你来捶我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 小谷无规者积分格斗赛 我是杰瑟人 美半仙 今天比赛 一个人头积分 20分获胜 现在比赛现场火压威 也是非常的浓重 好的 屏幕的右上方 南方的老鬼 率先发起的进攻 使出了昨天刚雪的闪打爆摔 将红方脸也拉倒在地 选择了让后面埋伏的队友 快速跟上 左勾拳 其他右勾拳 出现力度非常的足啊 漂亮 打出了一波二比零的小高潮 看来南方这位 严肃外号老鼠要的选手 赛前训练没想上功夫啊 这套明文前进的伤害 确实很猛 那么这位选手 后续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上个赤手的功夫 南方的比分开始落后 人家是不怕坑货多 最怕坑货至于我 现在镜头 哎呦不好 要被偷袭了 一个左侧步 一个右侧步 快速拉开身位 一边后头 一边向塔半级投诉 但依然没有吹啊 尺度多少有点松 该有机会吗 反击啊 哎呀呀呀呀呀 烫级蓝能力稍微差了点 可惜了 好 烧成小了 第一个回合结束 好 双方选手短暂调整过后 重新回到了比赛 现在镜头给到了下落 第二回合 南方在战术上面做了调整 要开始左手围攻啊 红色方落出了两个破绽 南方能熬住这次机会吗 哎呦 这波快攻的节奏妙啊 来看他慢镜头回放 完全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有一说一啊 这套组合拳的伤害是真的高 一个普攻800多的暴击 这还只是前期 啊 南方估计是被淫的太多了 居然也学起了蹲草 这是酒并成梁衣了吗 哎 上攻了 老鼠要连续两个冲出步 快速上前 优狗拳 回空啊 后车步加走机 狗链子硬生倒地 不到摆拳 其中的南方的后脑勺 当场就会只能过去 再击两分 现在镜头一转 来到上路 天啊 宏观的独眼龙 居然在殴打南方的拉队 导使要试图进场的相机拉开 可惜完了一步 后车步打算撤出 但这个二气不能不出话 连续的后车步加走机 转身避开了独眼龙的扫腿 导使要还有招吗 哎呦 时间到上半场结束 好 各位久等了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南方上来就是快打慢的战术啊 拉筋话的还没来进去喷 一套左右 把拳就击打了王老中 老鼠药的个人比分 来到了15分 留给红方的选手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比赛进入了白玉化的阶段 南方选手老鼠药 现在势头很猛 红方所幸派出了 最难处理的独眼龙 来对他进行严定营战术 一套另堂三连 成功激怒老鼠药 双方立马就打在了一起 但是红方人员也随即赶到 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 战术目标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给你打体力 老鼠药现在手里 还捏着一个祖传的黄奴丹 帮助他来到了赛点 现在状态相当的不好 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连续的观音做脸 漂亮 让我们恭喜老鼠药 拿下胜利